这个地方 铲子一定要碰到 你推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碰一点点 我们调紧的时候有时候有时候碰不到 碰不到哪个 碰碰这个这个铲 碰不到这个地方 这样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平时打的时候这个链条 调这个链条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就是这个 这边的侧边要碰到这边 它是这样子 它的盐有线 他找一个找一个灯亮 它就停下来 对呀 找一个灯亮 它就停下来 这个感应器是这个盘器可以动的 平时要调盘吗 要调一点点 我有时候要调一点点 因为他找一个不对 前面不对 是不是 放不到 是不是 送到你就来移这个 因为这个感应器固定的 移到它亮 前面对着 移到亮 然后它对准了 然后它的亮 就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 前面你就比如说你 现在这个样子 我把吉林拍下去的 我左右移 然后我移到 碰得到 是不是 就我这个铲碰得到 这里一定要亮 OK 就这个铲的侧面 一定要碰到这个地方 对 一定要碰一点点 那就是跟上费达的那个原因 好像 对对对对对 跟上费达一样的 是吧 嗯 这个就是这样的集中 其实它的作用是集中 就是让那个链条有左右两边可以晃 不是 这个铲 集中这个料夹 啊 就是这个料夹上面 如果说你不集中 你你你你你你 比如说你你你你多了 你这个铲推不来 你这个铲推不来 你就不到这个槽里面去 意思啊 是吧 我知道 如果说你保持碰到它的话 它其中 其中那个料都在槽里面了 这样子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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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那这样说 那 这样说那 那 那 校准的话挺难的 因为你要刚好碰到 是吧 你只要碰到就行了 不是说 我刚好碰到碰到 碰到了就这样会会推过来 推过来 反正碰到它也会挤过去的 对 挤过去刚好 在这个槽里面嘛 那就是说你们这里面是设置好的 就反正这边一个东西要碰到这边 对 碰到一点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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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碰到了 碰到了这个料不是咋在这里 咋在这个槽里面 我懂